此幅作品为长春太鲁阁 是由粉彩与墨彩结合所绘制的写生作品之一 本作品乃去年受邀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 现场写生作品 并在该国家公园游乐区受展示 民国47年中部东西横贯公路修建期间 公路局就在此新建长春池 其目的是为了纪念辟建中横公路 而不幸牺牲的逐鹿人 池中苛有殉职逐鹿人的姓名 而整座建筑下方从岩石戏冲中涌出的瀑布 即是涌泉 又被称为长春飞瀑 历经多次风灾与震灾 均不减其美丽之风貌 所以彩景化之